ODEO JUNGLE 大家知道,核武器原子弹和轻弹,虽然威力巨大,但是对环境的破坏也很大。 在核武器爆炸过后,一大片地区因为核辐射,若干年内都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,因此,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达成共识,不到万不得已,不得使用核武器,这是对整个人类发展应负有的责任,要不然地球核人类就要毁灭了。 因此,某些科技发达国家,就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发展,能够替代核武器的终极武器,上帝之杖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上帝之杖,这名字一听就是高大上,霸气十足,其实它的作用原理并不复杂,就跟大家小时候扔石头差不多。 只不过,这里用的不是石头,而是一根金属棒,该金属棒油污,钛或由金属制成,直径30厘米,长6.1米,重量打几吨,好家伙,这大棒可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要厉害,砸下来,可不是孙猴子的金箍棒,打碎几块山石那么简单,而是能够直接毁灭一个大城市,同时打击到几百米深的纵深目标,怎么会这么厉害呢? 因为这个大金属板是在太空投放的,其速度达到了流行的速度,3.9万公里每小时,所以破坏力非常巨大,未来是替代核武器使用的。 有消息称,目前美国和中国都在研发上帝之杖,美国五角大楼更是宣称,他们计划在2025年之前完成上帝之杖的部署,相比使用核武器而言,上帝之杖动能武器在,道义上占有更多的主动权,这就使得该武器的使用变得相对容易,这对整个人类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。 感谢观看